這麼大件事 習近平沒有講話 然後總理李強沒有講話 剛才講的秦剛沒有講話 他上面的外資班的王毅 也沒有講話 中共外交政策的本質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見風轉舵 見機形式的一種 減便宜主義 然後進談判的時候 中共一定進去幫俄羅斯 因為中共唯有進去幫俄羅斯 才能真正分到他那一杯歌 他不會做一個公正的調停 公正的調停是不會得到好處的 但是紐西蘭還沒有領教過 中共什麼叫做經濟脅迫 什麼叫外交報復 澳洲領教過 所以澳洲對於紐西蘭是非常不滿 我們說的是 俄羅斯要侵略烏克蘭 跟中共企圖並吞台灣 它的深層動機是相同的 因為民主化未完成 它要靠對外擴張 或靠窮兵獨舞 才能獲得它合法性來源 新聞大破解 各位大新聞大家好 俄羅斯瓦格納兵變謎團 有更多的內幕披露 美國國務卿說 還沒有看到最後一幕 我們初步看普丁的權威似乎受創 但是會不會這是普丁 企圖逆轉局勢的羊毛呢 而中共一年多來的態度 會否走到背棄拋棄普丁 中俄的合作無上限 會否分手無底線 而普丁會對中共有什麼回馬槍嗎 那麼俄羅斯瓶變是一個黑吃黑嗎 那以黑治國的中共 是否在時刻都害怕 瓦格納時刻降臨 而中共推所謂的愛國法 共產黑幫是否要指向納粹化 中共威脅要戳瞎眼睛 無眼聯盟的成員紐西蘭訪問北京 是轉向破口嗎 我們介紹破解新聞來賓 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 明居正老師 主持人好 宋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資深研究員宋國成老師 主持人好 明老師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兩位 俄羅斯快閃兵變的謎團 華爾街日報等媒體陸續披露了更多細節 瓦格納集團差一點就抓了國防部長跟總參謀長 而且這個兵變的成功機率是不小的 不過俄國的聯邦安全局FSB 在該計劃實施的前兩天獲針了消息 瓦格納替代計劃揮軍俄羅斯 而軍方是有內應 紐約時報引述了美方的情報機構消息 俄軍前駐烏克蘭的最高指揮官謝爾蓋 蘇羅維金涉嫌幫助策劃兵變 俄方目前正試圖接管瓦格納集團 在各國的勢力佈局 所以我要請教 先請教明老師 怎麼看這個兵變 對普丁 俄羅斯跟俄乌戰爭影響 這問題當然這兩天大家談了很多 那我也在一些別場合被問過也談過 我就很快整理一下 我們先看到的幾個重點 因為這樣說 我非常同意布林肯那句話 我們還沒看到事情的結局 也就是將來還有事情發生 不過我們把我們現在看到的 先整理一下 第一個就是 他這個兵變為什麼突然終止 前面有人講說 因為他這個內應不足 有人說他其實是一個陰謀 有人說他其實是在跟普丁串通 然後延長大戲了什麼等等 現在看起來我們有一個可能性 不能排除就是整件事情 會不會是普丁把它逼出來的 或者普丁根本設計這件事情 我不是說一定是 或者說我們不能排除這可能性 為什麼呢 因為他也看見 其實我們談這個戰爭談了一年多 我們也看見原來俄國講 我的兵力世界第二 然後後來打了一下之後 他說俄國正位軍兵力俄國第二 也就是說在國際上排不上名 在俄國都是排第二 那俄國排第一是誰呢 瓦格納 我們過去講過 任何一個國家打仗 你用傭兵打仗到時候是很危險的 你如果不是正規軍就很危險 那這個我們會就說過不再說了 以普丁對於政治的那種敏感度呢 他不可能感覺不到瓦格納 對他的威脅 因為一個這個傭兵團 如果說戰力這麼雄厚 然後這個威望又這麼高 那對我來說是一個威脅 所以他會不會想到去清除他呢 這個東西我們不能排除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有人說因為兵變了 所以對這個普丁的這個威脅 什麼事有傷害 連布林肯都這樣講 應該這樣說 表面上他的威脅是受到傷害了 但事實上是未必的 回到我剛剛講的 如果整件事情是他一個 揚模式還有一個設計的話 那這件事情不是傷害 因為他處理的也還可以啊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要看什麼呢 我們要看 第一他是不是能夠懲罰 這個相關的人士 當然我們現在說 蘇勒維京消失了 誰怎麼樣了 這都還沒有證實 等到正式消息發佈才算數 第一能不能懲罰相關人士 第二他能不能夠徹底 掌握瓦格納 前兩天我公開講完之後 昨天晚上新聞出來了 俄國正規軍突襲了 什麼敘利亞 非洲的瓦格納的這個基地 聽說抓了幾個人 如果這消息是真的話 那就算不是陽謀 至少後面處理不算太糟糕 所以能不能掌握瓦格納 我們回頭看我經常舉一個反例 我說兵變完之後 最高領袖的權威一定受到 一定這個威信受到傷害嘛 不一定 你看西安事變都是蔣委員長 他的聲望是提高而不是下降的 為什麼 大家赫然發現 中國那時候沒有他的話 那中國是不行的 所以他的聲望反而起來了 他發了什麼 遜張揚二將軍書什麼的 那是另當別論 但重點是全國老百姓認定 只有他 我倒不是說普京一定這樣 我只說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 好 那我們再看後面的 政變米平之後 普京出來做電視演講 講到最後 當然普京講得很平淡 講到最後他瞄了電視一頁 然後微微點頭 兩手交疊然後輕拍 態度非常從容 看起來大權在握 那如果說他是陽魔的話 那表現非常棒 如果事後處理得好的話 這表現也不算差 那重點就是他覺得他自己恢復了 而且你看到列席官員 大部分是什麼 內政官員跟維安官員 反正重點人物大概都到了 那麼也就是說他要顯示 我現在一人大權在握 好 那麼如果說這真的是普京的陽魔的話 他真的主動設計的話 那這件事情要說非常高明 好這第一點 第二點如果是被動接招呢 如果是被動接招呢 被動兩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就是 真的是這個普利哥進發動政變 但這事情呢 傷害他 傷害普京了 不過如果普京處理得好 我們常講話為機為轉機 這個對普京來說是一次機會 到目前為止看起來還可以 我們還得往下看 現在最糟糕是什麼 最糟糕就是這件事情 第一 不是普京設計的 不是他的整個 整個大的計劃 第二呢 這個普利哥進是發動政變了 但政變怎麼搞出來呢 政變是邵伊古跟格洛西莫夫 去刺激了這個普利哥進 然後爆發政變 那如果說他們是不小心刺激到了 那也算了 如果是邵伊古跟格洛西莫夫 他們想要清除普利哥進 然後刺激了普利哥進 發動政變之後 然後處理掉的話 那這樣說什麼呢 這樣說就是普京被架控 這個才是他最危險的時候 那麼我們不是習近平 現在擔心兩面人兩面人嗎 那這兩個家伙就是兩面人 那這個就要處理的 所以後面他有沒有 能不能處理這兩個人呢 那也是一個指標 好 再來一個問題就是 普利哥進是不是去了白鶴 現在我們還不知道 聲稱是去了 他就說在白俄羅斯 我要招兵買馬要立起爐灶 然後波羅地亞三國一開始緊張了 德國就宣布我軍隊要進駐立陶宛 那這都是很好的動作 那現在到了白俄了 你覺得白俄的盧卡申科 會同意或希望看到普利哥進 在白俄羅斯招兵買馬 建立支六到八萬人的軍隊嗎 你覺得 你覺得盧卡申科會做的事情嗎 應該會怕 你這傢伙在俄國已經搞了 這個天翻地覆了 現在你在我這邊搞軍隊 你什麼意思 你在我這邊搞軍隊 你打烏克蘭 那我就要被大家打 你搞軍隊去打這個 打波羅地亞三國的話 我會被北約打 好 那你誰都不打 我才剛剛覺得 你去要政變普京 那你搞了六萬到八萬 你是不是要政變我 是不是這樣 而且盧卡申科不太穩 盧卡申科無論如何 我認為他不會 不會同意普利哥進做這件事情 所以只有一種可能 盧卡申科加普利哥進 加普京三人搞一齣大戲 只有這個可能 那才會這樣做 所以我認為機率不大 我只說機率不大 我不說一定沒有 為什麼現在消息太混亂 那我們現在觀察什麼呢 我們觀察普京的幾個 後續動作 第一 亞一字必報是KGB的法則 然後對普京來說他必須這樣做 所以他要到最差普利哥進 最差到什麼地步 雖然我做過保證了 但這個時候大家看政治家才能 不是看說你多少信用 而是說你到底有多心狠手辣 你吃不吃到他 第二 我們剛剛講了 你是不是能收穫瓦格納 瓦格納收完之後 你不要忘記 還有二十六個獨立的這個 傭兵部隊跟獨立部隊 那其中最麻煩的就是車程 車程那個卡特洛夫呢 不是爺夫很囂張的樣子嗎 你能不能處理他 如果你真的能把這些軍隊 都收歸國有變正規軍的話 那我算佩服你 好 再來就是對普京 但不管怎麼說 走到現在整件事情對普京 還有幾點不利的地方 第一 證明正規軍戰力薄弱 第二 你必須依賴傭兵 第三 你作為一個獨裁者 你有沒有最後的保命之道 好 那最後一點 我們要觀察就是 俄國政局會不會發生東外 因為這個東西我們不能排除 因為現在看起來就是 普京的政權是否完全穩固 還有待觀察 那如果不穩的話 那是否爆發內戰 誰打了誰誰打了誰 打到最後普京會不會逃亡 他逃亡大概只能逃中共這地方 中共會不會監到他 還是扭送這個國際法庭 這我們都不曉得 好 最後 我認為中共在這件事情底線是 我會放棄普京 但最後我可能不會放棄俄羅斯 這是中共的底線 是 我們最後看到 華爾街日報報導 瓦格拉兵變之後 普京的親信相互指責 克里姆林宮可能陷入了權力真空 甚至還有消息說 兵變爆發後 莫斯科一度在FSB 也就是聯邦安全局的掌控之下 我記得請教宋老師 這個兵變迷 兵變迷團陸續更多的消息披露 您怎麼看說這個兵變效應 特別是對中俄關係的影響 我覺得現在 克里姆林宮應該不是權力真空 我認為他是處於一種權力混戰的情況 或者是說一種權力的無政府狀態 甚至我們說他可能是 接下來一場暴風雨之前的一個短暫的寧靜 因為現在目前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基本上每一個人在這個情況當中 你們都想維持自己的權力 或者是擴張自己的權力 都想控制這個局勢 但是誰都控制不了這種情勢 所以我認為未來還充滿了極大的 不確定性 不可測性 甚至是危險性 我認為目前俄羅斯的情況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就是我們想回到一個俄羅斯政治的一個 基本的結構名來說 這話怎麼講呢 我認為俄羅斯基本上是叫做三頭政治 什麼叫三頭政治呢 一 寡頭 二 軍頭 三 K頭 不是打頭那種 K頭 是從KGB到KFS的這個 情報頭子的這個系統 基本上是三股勢力 這個三股勢力 其實從蘇聯解體以來透過這個 私有化的一個過程當中裡面 其實他們寡佔了這個俄羅斯大部分的資源 包括這個軍火 還有包括這個能源等等的 所以它是一個寡頭的一個政體 那麼所以說要維持俄羅斯一個政治的穩定 基本上是一種分贓政治 可是呢你只要有分贓 就會有三個部的一個鬥爭 什麼部呢 一 不軍 二 不服 三 不滿 所以在這種三頭政治之下的一種三部鬥爭 我認為就是量生了這一次瓦格納兵變 一個很主要的一個結構性的因素 和它的背景 那麼另外就是談到這個中國之間的關係 這個可能是大家未來比較關注的 我這裡提出一個心理學上的一個概念 叫做什麼概念呢 叫做蛙化效應 蛙是那個青蛙的蛙的意思 可能一般人很少聽到這樣一個奇怪的字眼 它其實是從那個青蛙王子的故事裡面演繹過來了 就是說這麼講 原來中共對於俄羅斯老大哥 是非常的欽佩和喜歡這個老大哥 可惜就把他當作王子 可惜這個王子很不爭氣 仗也打得不好 所以慢慢的中共就把這個 就越來越看不起這個王子 後來這個王子本身就慢慢變成什麼 變成一隻青蛙 現在變成就是只為中國 呱呱叫的一隻青蛙 那麼這個就是所謂的蛙化效應 目前我覺得從中共的角度來看俄羅斯 就已經等於是把他從過去的王子 變成看成現在的青蛙一樣 這個在心理學上的一種叫蛙化效應 那麼第三點我要談的就是說 在這個關係當中裡面 我過去曾經講過 這個中國的關係 是一種什麼東西呢 叫做假朋友然後是弱聯盟 因為它是基於一種我過去所講的 它是假中立然後暗庭二真反昧 現在不是喔 現在是從當初的合作物上限 現在已經下降到怎麼樣 劃定合作的停損線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就是說 基本上來講已經變成就是說 過去從這個假中立暗庭二真反昧 現在變成什麼東西呢 針頭機然後暗庭屋 你看歐盟的那個傅聰講的那個話 暗庭屋最後呢假和美 就假中立要跟美國和好 所以說這個充分證明 就從這個這惡無戰爭整個過程 中共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就是一種 見風轉舵 然後見機形式的一種怎麼樣 減便宜嘛 就減便宜主義的這樣的態度 沒有真正的一個外交的一個標準 或者是外交的一個主體性 那麼最後我要講的就是說是 未來這個情況 對於中俄關係 會有一個什麼樣的影響 我認為中共極有可能 因為它錯誤的 俄乌戰爭的一個戰略呢 它會怎麼樣 它會隨著俄羅斯的戰敗 或者普京的垮台 會面臨到一個陪葬的一個地步 這話怎麼講呢 因為就是說一個大國 如果說你真的要做一個大國的風範 或者一個大國的一個態度的話 它基本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 就是說你要負責任 你要有一個基本的一個 對國際政治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所以你看中共從這件事情 從這到後變來變去的 忽然就是說這個中俄無上限 中俄的合作當中裡面 只有加油站 並沒有休息站 乃至於到了這個 叫李偉吧 他的歐亞這個事務代表 還在講說 這個克里米亞應該歸還給俄羅斯 繼續在俄羅斯的管理之下 也不承認這個烏東四周 應該要歸還給烏克蘭 你看現在 現在的講法是說 我不反對 這個恢復烏克蘭在1991年 蘇聯解體的時候的 烏克蘭的原始的邊界 這個就是哲倫斯基一個 最終極的一個期待和目標 你看從像坐雲霄飛車 從高空可以降落 從這個降落的低點的時候 他又可以隨時可以反彈 所以這樣子一來一回 我們就看出來 這不叫做大國外交 這個叫做小家子系外交 也不是一個大國政治 實際應該講說暗黑政治 從頭到尾本身沒有一個準頭 也沒有一個基本的原則 所以從這點我們可以看出來 中共外交政策的本質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見風轉舵 見機形式一種簡便宜主義 是 感謝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繼續看 這個中俄之間的關係 受到的影響會如何 另外中共懼怕的瓦格納時刻 在中國大陸何時會降臨呢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大破解 歐戰爭一年多 加上最新的兵變 對中俄關係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所有發生的一切 普丁看在眼裡 中共的投機 普丁也看在眼裡 所以王請教明老師 兵變謎團 您怎麼看這個 對中俄關係會怎麼影響 這件事情 當然我剛剛講 大家談了很多 那中俄關係呢 是大家比較少注意力快 我最近在大紀元網站上 看了一篇文章 寫得非常好 標題叫做 俄國的武裝叛亂 使得中俄關係現原型 做的叫王友群 那我不能略人之美 這基本上是他看法 但我覺得他分析得非常細膩 非常到位 他是前中共的高層官員 對 所以我想介紹給大家看一下 他注意到就是 中共的這些年來 一直在拉攏俄羅斯 然後拉攏非常 因為就是說非常用力 然後非常 甚至到了這個出格的地步 譬如說 剛才不是講說 中俄關係只有加油站 沒有休息站嗎 那還不只呢 他們就形容中俄關係 用很多很奇怪的語言 譬如說什麼 無止境 然後無禁區 無上限 然後中俄之間不是盟友 聖是盟友等等 我們都聽很多 所以給萬人這種印象 尤其給大陸網民這種印象就是 中俄關係真的非常好 那中俄關係是鐵打的 但是這作者不同意 他說你看 這個兵變是6月24號發生的 20號爆發之後 上午10點鐘 普京呢 跟白俄羅斯的盧卡申克打電話 然後說有這麼武裝的叛亂 然後討論 我們怎麼去應對 盧卡申克聽到之後 跟他說話 聽到之後呢 就用了三個管道的方式 去聯絡這個普利格金 因為他用普利格金 認識20年 那在反正之後 談上話了 盧卡申克說 這只好講了十倍的髒話 就平常髒話已經很多了 他講了更多 但是呢 我也用髒話罵回去 反正罵完了 所以當天晚上 盧卡申克跟普京打電話說 我們談判已經這樣子了 差不多有結果了 那只要你能赦免他的罪呢 那他就會停止什麼的 所以解決 簡單說就是 盧卡申克的調停成功 然後斡旋解決的問題 化解上內戰 好 這是當天 6月24號 王友群先生提到 普京跟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 通報了這件事情 24號跟烏茲別克總統 米爾基約耶夫通報了這件事情 6月24號 普京跟土耳其總統 阿爾端通電話 通報了這件事情 阿爾端表示我全力支持你 普京 6月25號 普京跟卡達的這個元首呢 塔米木通電話 然後26號跟伊朗的這個領導人通電話 都打到中東去了 伊朗的領導人也全力支持這個普京 所以從6月24號到6月28號 普京沒有跟他最親愛的朋友 習近平通電話 就觀察很細緻吧 對不對 很細緻 也就是說 這麼大的事情發生之後 你跟誰打電話 你跟誰通報 這是一方面 當然還有另外一方面 我們要看說 習那邊怎麼回來 我們怎麼在家 但是我們也知道 6月25號的時候 俄羅斯的外長魯登科 訪問北京 見了秦剛 見了部長跟這個副部長等等 會後呢 中共報導就一句話 雙方就中俄雙方 就中俄關係 共同關係的國際級地區問題交換意見 沒了 沒有講叛亂 當然有一種可能就是 我擔心火燒到我這裡做 我不提這件事情 免得引起大家什麼其他想法 但是如果說你把中共這幾天來的反應了 你整理一下我發現 中共反應比較慢 比較冷 這麼大件事情 習近平沒有講話 然後總理李強沒有講話 剛才講的秦剛沒有講話 他上面的外師班的王毅也沒有講話 反而是俄國外交部說 得到了北京方面的支持 然後中共才說 這是俄國內政 所以現在你看到就是說 習近平沒有這樣表達 但是普京好像也沒有特別對習近平 期望什麼東西 我們現在看到 在至少新聞上說出來的 就是對普京表達支持的 第一是白歐勒斯 第二是北韓的金小霸 第三是伊亚 第四是土耳其 如果習近平跟我普京是好朋友的話 你無論如何得打個電話 我不打電話給你 你打電話給我 這才叫好朋友 所以我剛剛講的有來有往 有來有往嘛 那沒有嘛 所以王友群先生的結論就是 那你看一場戰爭打出 中央關係原型 他當然還回溯了很多東西 但重點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他觀察非常好 好啦 那講到這樣的話 那現在有個問題就跑出來了 中共為什麼這樣做 中共為什麼這樣做 我說他那個五月中的時候 不是派了李輝 然後去訪問了五國嗎 然後訪問五國之後 他表面上說是調停 其實我覺得是兩個考量 一個是調停 第二是偵查 偵查什麼呢 第一偵查俄羅斯到底打不打得下去 第二偵查烏克蘭到底能不能反攻 第三偵查歐美各國 對於挺烏克蘭的覺醒有多強 這樣我才能判斷 這場戰爭打不打得下去 打成什麼樣子 所以我認為中共在看了一年多之後 他們認為普京大概打不下去了 他必須要做出個決斷出來 那所以一方面派了這個李輝 用調停的謎義到現場去走一遍 然後看了一看 但他現在後來要做決定了 我覺得中共還有考量就是 我們談俄乌戰爭談一年多 談了大概前一年到一年零兩個月左右 我們看見都是俄國在進攻烏克蘭的防守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俄攻烏守 這兩個月或至少這四個禮拜以來 我們看見的是烏克蘭在進攻 俄國的防守 雖然進攻還不是特別有利益 防守還算可以 但好像現在變成烏攻二守 也就是攻守形勢是逆轉過來的 中共對這是比較敏感的 所以他已經有個判斷了 那現在你說我要判斷 如果說真的俄國的烏克蘭打不下去 那最後要怎麼樣的話 那我得做個選擇 所以剛才才出現說什麼複充甲 他可以拿回1991年的領土等等 這些事情都是起來有志 一方面可能是放風 二方面就是我慢慢開始轉變立場了 但我不能轉太快 所以整件事情我認為中共怕壓錯鞭 中共怕壓錯鞭 所以前面非常審慎 什麼叫壓錯鞭呢 我不曉得冰片會不會成功 我不曉得普京守不守得住 我不曉得這個打敗是一定的 但我不曉得這會辦成什麼樣子 你當然不用太擔心了 到最後如果普京打敗了 或俄國不管是誰領導 這樣的戰爭打敗了 然後進去談判的時候 中共一定進去幫俄羅斯 因為中共唯有進去幫俄羅斯 才能真正分到他那一杯羹 他不會做一個公正的調停人 公正的調停人是不會得到好處的 他必須做一個偏頗的調停人 才能得到好處 所以我剛剛意義就是 這麼多事情加起來 中共只要做一個判斷 那兩個判斷 第一個判斷就是俄羅斯可能會戰敗 那我得慢慢轉方向 第二個判斷就是 普京說不定守不住 所以我得很謹慎 我講話非常非常謹慎 我不能太平普京 所以我再說一次 中共會這個可能 最後可能會放棄普京 但絕對不會放棄俄羅斯 僅僅拉住俄羅斯 僅僅拉住俄羅斯 這是我對中俄關係的 最底線的看法 是 感謝 俄羅斯兵變的消息 沖上了中國網路熱搜 當時迅速就超過了15億人次了 很多人在問 中共共軍有沒有自己的 瓦格納時刻呢 什麼樣的情況可能爆發 俄羅斯的兵變被認為 導火線原因之一 就是剛剛老師談的軍備問題 分贓 還有軍備荒 那調停兵變的 白俄羅斯總統透露 他是這樣告訴 普里哥金 瓦格納的首領 說白俄會出兵去協防 協助莫斯科 因為如果俄羅斯的 憲政權崩潰的話 我們都將被埋在廢墟下 被解讀說相關的人 戰爭罪行等等的問題 都會被追究連帶 那對於以黑治國的 中國共產黨政權來說 他的權力內鬥 黑吃黑是一個幾十年 常常發生的事情 所以會不會對中國來說 時時都像是瓦格納時刻呢 那俄羅斯當時的 目前反應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似乎在學中共 那一趟的維穩 在找兵變背後的 外國境外勢力了 那此外在兵變之後 中共推出了愛國主義教育法的草案 要納入國民教育體系 其思想入列 而且強行納入了 香港 澳門 台灣 所以我請教宋老師 什麼樣的情況您覺得 中共的瓦格納時刻出現 再來說 怎麼看中共的 愛國法的目的 好的 我想先補充一下 同時也回應明老師所講 其實在俄羅斯戰爭的時候 大概兩個禮拜到半個月 我就斷言說 俄羅斯一定會戰敗 理由非常簡單 就是中國的一句 古老的一個說法 就是叫做得道者多住 失道者寡住 就是這樣的一個基本的規律 至於你講說 這個瓦格納時刻 在中共會不會發生 我想這樣子 我基本上把這個瓦格納 我們姑且稱之為世界 然後把這個瓦格納事件 把它分成一個比較狹義的 叫做瓦格納兵變 或者是所謂的瓦格納時刻 另外一個是個比較廣義的 叫做瓦格納效應 我們講從這兩個區分的標準來看 我們如果就比較狹義的 瓦格納兵變來說的話 對照於中共來講的話 我基本上認為習定明對於軍隊的控制 還是比普丁對於他的軍隊的控制 可能要更強一點 那麼換句話說 因為中共它也沒有僱傭兵 這樣一個制度 也沒有所謂的四人軍隊 那麼中共對於軍隊的 這個忠誠的這個教育 坦白講是天天講 月月講 年年講 所以基本上所謂的瓦格納時刻 在中共這個體制當中裡面 基本上是不太容易發生 軍隊裡面有兩個字 一個叫做思想 一個叫做心想 思想的話就是說 你這種效忠的一個程度 還有一些心想 中共即便是面臨財政多麼的困難 這個軍隊這個人員的一個心想 本身它是有財政上的保證的 即使經濟再怎麼糟糕 它還是要保證這一塊 軍員的心想是能夠如實地核發 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講 所謂的瓦格納時刻 基本上不太可能在中共 目前看起來在體制上發生 但是這個廣義的瓦格納效應 那又是不同的概念 這話怎麼講呢 這樣的一種瓦格納效應 我覺得至少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援手親自授權指揮的這個部隊 也可以突然之間一夜之間槍口到戰 這種情況不是不可能在 全世界其他的國家 包括中共的國家發生的 不然我們歷史上為什麼那麼多政變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對於普丁權威的一個挑戰 剛剛那明老師有提到 就是普丁基本上看起來 還是權力相當的穩固 但是我覺得隨著 未來這個權力的混戰 不斷的一個交織下來的話 我覺得基本上一個大趨勢 應該是普丁的權力是慢慢下滑的 假如他沒有下滑的話 坦白講 瓦格納不可能兵變嘛 他到了那個 對爾頓河畔的羅斯托夫的時候 常去植入 假如普丁是真的那麼厲害的話 應該是過了邊界就把他給消滅了 這是第一點 所以從廣義的瓦格納效應來講的話 我覺得在中共內部 會產生一種怎麼樣 慢性發酵的作用 這種慢性發酵的作用的話 特別呢 平時可能沒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說中共對外發動戰爭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覺得 就會產生一種就是說 到底這個戰爭值不值得 到底這種戰爭本身 是不是我剛剛所講的是 得到的多助的戰爭 乃至於就是說 這個戰爭到底合不合理 也就是過去我常講的 那個戰爭成本的那個概念 所以一旦這些東西產生懷疑的時候 假如這個戰爭是不值得的 沒有意義的 也不合理的 這個戰爭的代價也太高了 風險也太高了 它就會產生內部的一種抵制 一種內部抵制的情緒 所以我前幾天在一個場合碰到 范醋老師他就講一句話 就是說現在這個中共解放軍裡面 或者是明年流傳一句話 叫什麼東西呢 叫做打台海不如打中南海 這句話 基本上當然就是這有一點就是幽默了 但是就是說基本上中共就是一個背離的整個普世價值 而且是一個我剛剛所講的一個不負責任的統治集團 所以他基本上完全不懂得什麼叫做國際合作的一個基本的價值 所以我認為我們假如區分一個狹義的瓦格納兵變 在中共基本上對於軍隊的控制還相當程度的穩固的情況之下 狹義的瓦格納兵變目前看起來不太可能發生 但是廣義的瓦格納效應是在內部會發酵的 特別是就是說發動戰爭的時候 這個內部發酵會變成成為一種質疑的 或者說是一種反對的 用中共的話來講叫反動勢力的一種形成 所以我這裡引述一下美國前總統甘萊迪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所有的戰爭都是始於愚昧或者是叫愚蠢 當今這個世界我認為是一個讓人覺得很悲傷的 就是說進入到一個不負責任的一個世界 我們從俄羅戰爭已經看到的第一個蠢彈 那個叫做普丁 現在又看到第二個蠢彈叫做普利格金 如果中共發動的對外戰爭 不管還是在哪一個地方發生對外戰爭 這種所謂的瓦格納的效應 廣義的瓦格納效應 就很有可能在海的軍隊發生 這個時候我們會看到世界的第三個蠢彈 他的名字就叫習近平 6月28號中共這個全國人大常委會 他審議了一個叫什麼愛國主義教育法案 對於這點我提出三個看法 第一個就是說中共其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的國家 你愛國主義 國家它不是一個國家 而是一個叫party state 黨國 國家其實只是中共黨的一種外殼 或者是一種統治的機器而已 所以你說愛國嘛 其實就是叫愛黨啦 那什麼叫黨呢 那看誰是習核心嘛 誰是核心像是習核心嘛 所以半天講了半天的話 愛國主義其實是什麼 愛習主義嘛 愛護習近平的主義 其實自古以來所有的獨裁者 都是很喜歡受到人民的熱愛 甚至包括他死後也希望能夠接受人民的祭拜 或者是讚揚 所以講到最後呢 這個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法 基本上就是服務於一個叫做 內部人統治集團的中國共產黨 他在把國家當作是一種外殼的 就是這個外殼 假的外殼的一種統治機器之下 其實愛了半天 其實是愛習近平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獨裁者的立法 或者是說我們所講的一種 納粹主義的洗腦的體制 第二點的話就是 雖然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說 這個瓦格納事件 和這個愛國主義教育法之間 是不是有一種明顯的因果的關係 但是我們可以確定就是 始終是認為就是說 如果要避免叛變的話 最好的方法就是改造人的靈魂 就是靈魂改造工程 而且習近平在多次的場上講說 改造這個新人的這樣的一個工作 要從娃娃時代 要從抓娃娃時代開始 那麼這就是一種所謂的 一種所謂的靈魂的一個改造工程 就是把一個人改成 改造成一個沒有靈的魂 是一種行屍走肉的一種人 然後呢 所以你這樣看 這個教育其實就是蠢材教育 就是把人教育成蠢材的一種教育體制 或者是一種無靈教育 或者我們把它叫做一種非人化的教育 它所有的目的就是把所有的中國人 改造成怎麼樣 沒有獨立的思考 不知真假 然後也是一個無力反抗的一個 韭菜民族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簡單來講就是把14億顆的 這個中國人民的大腦 去怎麼樣 聽命於一顆習近平的大腦 就這麼一回事 第三點我要特別講就是說 愛國主義其實它的重點不是在愛國 是在不愛國 這話怎麼講呢 你看草安當中裡面列舉了很多的 不愛國的行為 我們也不必去一一羅列 很簡單就可以想到就是 侮辱國旗 國歌 國徽啦 侮辱什麼革命先烈啦 乃至於就是說否定這個 比如說中日日本清華戰爭 當中裡面的清華的事實啦 南京大屠殺等等去污衊他 乃至於就是說破壞一些什麼 愛國主義教育的激勵或設施等等 巴拉巴拉等等 這些東西其實才是真正的 愛國主義教育法案的重點 所以講愛國講了半天 其實它是要處理 那個不愛國的行為 而且之前這個像抗戰時的時候 就中共很多造假的歷史 後來被人家揭露出來的時候 他就直接扣你說 你是侮辱先烈了 對 對 對 其實就是在反對所謂的 歷史虛無主義了 我們過去有講過這個東西 侮辱先烈啊 扭曲歷史啊 分之就是說這個 把八國聯軍當作正義之師啊 等等這種說法啊 通通就是要列入打擊的對象 就是不愛國的行為 最後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講愛國主義教育好了啊 共產主義呢 其實是一種人為製造的什麼東西 思想病毒啦 這種思想病毒 它必須要依靠什麼東西呢 一 制毒 第二個怎麼樣 傳毒 就是傳播這個毒 第三 你要染毒 這三個途徑才能達到它的一個效果 所以這樣的一種愛國主義教育 其實就是一種 我們所講的一種 Virality 就是一種傳 病毒傳播式的一種 一種一種效果啦 我要特別強調說 民主國家其實很少講愛國主義教育 為什麼呢 因為民主國家的公民 他的愛國是自願的愛國 自動的愛國 那麼獨裁國家呢 它叫做什麼 強迫的愛國 你不愛也得愛啊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其實久了之後啊 這叫愛國麻痹症啊 就是很多人都會產生一種 叫做愛國免疫免疫作用啊 其實後來大家都覺得就 其實大家都很愛國 但是每一個人都是一種什麼 假性的愛國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看呢 當這個主要國家 甚至包括印度在回房一起 這個經營南太平洋的時候呢 紐西蘭突然訪問北京了 來歡迎北京呢 就是申請可以加入CPTPP 要如何解讀呢 另外呢 這個兵變效應是遠未落幕啊 要如何解讀後續的可能呢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大破解 中共呢 先前積極地進逐南太平洋 在那邊做所謂的安全部局啊 而美國 澳洲 日本 印度呢 甚至法國等國家呢 紛紛在回房經營啊 不過呢 五眼聯盟成員呢 美國的防衛條約盟友 紐西蘭的總理 最近訪問了北京 中共外交部在28號 發布了中紐聯合聲明 稱紐西蘭呢 是歡迎中方申請加入CPTPP的協定 並且呢 中方也重申2014年的 彼此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所以我請教這個宋老師 你怎麼看啊 就當印太主要國家在聯手 回房經營太平洋 南太平洋的時候 紐西蘭 它目前這個做法是在轉向嗎 基本上 雖然說我過去強調就是說這個 美國的印太北約已經接近了一個 拼圖完成的地步 不過我們也不能否認就是 有依然有可能出現一種新的破口 譬如說像紐西蘭Z4 它的一個轉向 還有包括最近少數的就是日本政客 我只要舉其中一個就是沖繩島的知識 叫做玉以成丹尼 他主張要把一帶一路引進沖繩島 對 那麼要幫助日本發展經濟 像這種少數的政客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破口 我認為這個其實不叫破口 這個叫自取其入 為什麼呢 你看最近那個 我們現在外長 叫做馬虎塔嘛 他不是去中國嘛 然後被這個 應該是秦剛嘛 足足訓斥的一個小時 所以一個小時 所以就是說你今天 即便是要親中 我中共也看不起你 所以這個叫怎麼樣 你不請自來 那我就訓你一頓 所以今天 這個中共的外交 除了這個戰狼外交之後 又加了一個新的面孔 叫做什麼 叫教訓外交 把人家叫來痛罵一頓 那麼那個王毅不是也 在布林肯去的時候 也把他罵了 好像不只一個小時 應該有七個小時之久 所以現在的中共外交官 就是除了戰狼之外 各個都變成什麼東西 叫訓導主任 就是專門教訓人家的 他們不是說不要當教師爺嗎 對啊 對 不當教師爺 但是當訓導主任 這是第一個要說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些人 當然我們待會再講 紐西蘭 是一種投機式的最近主義了 那麼 其實他其實在意一種怎麼樣 大國這個交鋒的過程當中裡面 尋求一種夾縫中的剩餘利益了 講得更白一點 就是混水中摸幾條魚 這樣的一種投機的心力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紐西蘭它 它是個風光美麗的國家嘛 是個度假國家嘛 有很多被評為什麼世界上最適合人居住的一個城市 比如說威林頓啊等等 基督城啊等等的 但是紐西蘭還沒有領教過中共什麼叫做經濟脅迫 什麼叫外交報復 澳洲領教過了 所以澳洲對於紐西蘭是非常不滿的 第三點我要強調就是說 這個紐西蘭是五眼聯盟的其中之一 那麼最近應該是去年吧 2022年的時候 它還成為什麼東西呢 美日澳英紐組成的 雖然是非正式的集團 但是也是一個組織叫做藍色太平洋夥伴 它也是它的成員之一 基本上來講 就是說在整個美國和西方世界圍堵中共的這條戰線上來講 紐西蘭一直是被認為 立場是比較搖擺的 動機是比較曖昧的 不過在五眼聯盟當中裡面 這個紐西蘭也可能是最小的一顆眼 一隻眼睛最小顆 叫咪咪眼 雖然說它是成員之一 但是眼睛特別小的那個咪咪眼 所以它的立場就不堅定 態度也是最曖昧的 所以最近澳洲有一個媒體 就犧牲他們的紐西蘭 應該改成紐西蘭 就是把那個紐西蘭 應該把紐西蘭改成紐西蘭 習是什麼習呢 習近平的習 就是把那ZEL把它改成XI 紐西蘭 也許是這樣發音了 甚至有媒體就是在拷問這個 那個外長的時候講說 你是不是覺得你應該 咬住你的舌頭 才能夠避免去得罪中共呢 意思就是說好像不得罪中共的話 很難的這個意思 所以其實澳洲的媒體 或者是包括自己紐西蘭的媒體 都對於這個紐西蘭的親中政策 是極盡挖苦和嘲諷的 這樣一個態度 不過即便之前中共在南太平洋 這樣已經搞得 其實紐西蘭人是非常緊張了 對 當然啦 這個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今年的年初 是由那個新的總理接任 叫做Hipkins 他是工黨的一個領袖 那麼可是他馬上在10月底的時候 10月中旬的時候 要進行總統的大選 基本上他能不能贏得 勝過這個在野的這個叫什麼國家黨 還是一個很難判斷的一個事情 不過我舉一個民調來講 就是一個叫亞洲紐西蘭基金 他前後做過兩次的民調 一個是在2021年的時候 他的民調當中裡面說 認為中國是朋友的比例多少 百分之二十九 那麼認為中國是威脅的呢 百分之三十七 事隔一年就是到了2022年 同樣的一個問卷調查 那麼民調顯示當中裡面呢 認為中國是朋友呢 是從前一年的百分之多少 二十九降到了百分之十三 然後把中共過去認為是威脅的呢 從怎麼樣 認為是威脅的從原來的百分之三十七 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八 接近六成 如果紐西蘭的民意本身 經過這麼一樣巨大的一個民調 顯示出來一個差異 反中仇中 認為把中共當作是一個敵人的 這樣的一個民意 是已經接近六成 所以紐西蘭的親中啊 其實是違反民意的 當然啦我們知道就是說 這個紐西蘭本身 因為它有嚴重的內部經濟的問題 它的這個通貨膨脹呢 打到了今年來算 打到了三十年來最高點 然後它的對外貿易呢 它一直也不想分散市場 它一直長期維持的對中共的 貿易出口的分量大概百分之三十 甚至是超過百分之三十 所以紐西蘭這一次的親中政治 或者您剛剛所講的轉向 或者我們所講的 整個西方聯盟當中 你們的破口啊 主要的原因啊 我們說內政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嘛 主要也是因為 這個受迫於一個經濟的壓力 所以它一直試圖 想從中國那邊賺點人民幣吧 來改善它國內的經濟 等等的 但是我會常講的 利益跟價值外交本身是不能並列的 一個國家不可能 我就要跟西方聯盟 然後我要跟中共戰略 協作關係等等的 所以一個人腳踏兩條轉 最後是會掉到水裡面去的 所以這種政策是不可能持久的 所以我預估就是說 這個在未來 其實可能這種親中政策 也可能因為十月份大學 輸掉了嘛 工黨輸掉了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東西 Hipkin的這個人 可能他就接了前任總理之後 說不定他就等待 幹了不到一年的時間 他就可能就要下台了 所以這種親中政策 極可能是一個短命的政策 特別是澳洲政府 對紐西蘭非常的不滿意 那麼如果一直在 受到澳洲政府的教訓的情況之下 也許紐西蘭它很快的就怎麼樣 會在這樣的一種 錯誤的政策當中裡面 迷途致返吧 是感謝我們今天來看到 我們回頭看到 俄國跟烏克蘭的戰爭 已經經過了超過16個月了 不過結局還沒有出現 沒有想到在這節骨眼上 先爆發了一個 俄羅斯內部的瓦格納兵變 事情看來表面是告一段落 不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28號是這樣說的 我們還沒有看到最後一幕 所以我要請教 不知道明老師對這什麼看法 我其實可以從一個不同的角度看這件事情 因為最近我們不是看這個 俄烏戰爭看了一年多嗎 大家都講俄羅斯為什麼去打烏克蘭 當然很簡單的理由就是 因為烏克蘭跟俄羅斯曾經 共同失業國家三百年 然後普京想恢復俄羅斯的光榮等等 這些理由都說得通 不過如果把它擺在一個更大的價格去看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可能更深的東西 這話怎麼說呢 我記得我們前幾個禮拜 談過歷史跟政治的這個關聯 我們談過這個話題 我後來回去想一下 我說其實這麼多年來 這個第一 活了分了久 第二 讀了這麼多年的書 我慢慢有一個很明確的感覺就是 人類的歷史是有方向的 人類的歷史不是說漫無彰法 它隨便去發展 它真的有個方向在那裡 冥冥中有個方向 第一個 第二就是如果是有方向的話 它的不同的時段是有潮流 有這個時段好像大家都向這邊走 這個雖然大家向那邊走 那雖然大家向那邊走 但最終是有一個方向出來 所以一定是有方向 第二是有潮流 這樣的話就講得比較抽象了 我們講得比較具體一點點 如果把這方向跟潮流結合起來 我們回頭看最近這兩百多 不到三百年時間 人類的歷史發生了哪一個重大的變化 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形作了大概現在我們眼睛看到的 幾乎大部分東西 桌子你穿以前是有的 但材料是不一樣的 筆以前是有的 但筆是不一樣的 材料也不一樣的 以前不是講出預言嗎 人家說什麼時候事情會變呢 當燈頭朝下的時候事情會變 以前是點蠟燭的嘛 所以燈頭是朝上的嘛 現在各位看燈頭大部分是朝下的 那麼也就是一個變化 這個變化就是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在經濟在社會在政治上 都帶來了很大的衝擊 我們用最簡單的畫像 工業革命在經濟上造成了市場化 然後造成了私有化 當然它的生產量大嘛 所以造成市場化和私有化 對社會的衝擊呢 一句話說完叫多元化 對政治的衝擊呢叫民主化 那也就是說在經濟社會 政治上面工業革命 帶來了非常大的影響 而這三個變化呢 孫中山把它稱為 民族民權民生三大革命 那不管你從什麼角度去看 但是方向大體是 而聰明人呢都差不多看到了 好 那什麼叫做潮流呢 什麼叫三大革命呢 簡單說就是任何國家任何民族 你必須通過這协力 不管把它叫做民族民權 民生也好 叫做這個什麼私有化 工業化或什麼東西也好 不管你把它叫做什麼 你必須通過這协力 順之者昌 逆之者亡 你如果不進去 就很簡單 大家各位想想看 現在在世界上 有多少個非工業國家 能夠活得很好的 是不是這樣 那也就工業化协力必須過來 那麼事實上有哪些農業國家 活得很好 大家說誰是誰 哪個國家 他那個農業產量很高 請問他們農業生產方式 現在生產方式 跟過去200年的生產方式 一樣不一樣 它是工業化的農業生產 是不是這樣 也就是他必須經過這洗禮 經過洗禮的 通過考驗的你才活下來 經過洗禮不通過考驗的 那就活不下來 這就是潮流 所以在我們過去的節目上 也講過一件事情 如果把這件事情都縮小來看 不是放大來看 縮小來看 就只看一個問題 待會看到一件事情 好像在最後 政治上都必須民主化 所以大家叫做第三波民主化 好 那這個話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如果我們把 剛才那個觀念結合起來 我們觀察俄國這個國家 俄國這個國家在1917年以前 是均組織很長時間了 那麼從沙皇俄國到蘇聯 到現在俄羅斯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它沒有通過民主革命的洗禮 它沒有通過 中間有非常短暫的 1991年到1999年 耶爾其那種統治 看起來像民主化 但是那個轉變沒有完成 也就是雖然民主化 充斥了你一下 但是你身上泡泡沒有洗乾淨 你還是那個舊的那個東西 所以一旦你的民主化 沒有洗乾淨 或民主化沒有徹底是洗禮成功的話 會出現什麼現象 專制會回潮 專制主義會回潮 我們現在看著普京統治的這20多年 就是專制主義回潮的一個過程 而專制回潮去反撲的時候 它最具體表現就是反民主 專制在對內是反民主 對外是什麼 就是戰爭 我們講清楚了 專制對內是反民主 對外是戰爭 所以這樣我們來談什麼問題 我們談普京為什麼侵略烏克萊 所以這是一個很怪的邏輯 但大家想通之後發現 它其實是吻合我剛才講的潮流的問題 所以普京為什麼侵略烏克蘭呢 因為他民主化不成功 因為民主化不成功之後呢 他就跳不出俄國的專制跟擴張的怪圈 俄國的我們過去講過 俄國的領導人的合法性是不斷地向來擴張 不斷向來擴張 你如果不打破這個合法性來源 把合法性變成說 我對內能用爭取老百姓支持 爭取民意啊 公平競爭等等 那你永遠跳不出這個關係 也就是你永遠要靠對外擴張 才能得到你的合法性 而如果你對外擴張失敗的話 你合法性就消失了 這就是普京間面臨的困境 所以普京合法性來源 我再說一次 不是民主國家的選票 也不是選民的支持 而是對外擴張英雄主義的俄羅斯的傳統 他說沒有啊 他沒打多少仗 什麼啊 他打過車臣戰爭 莫斯科科技院他用暴力 然後用毒氣去把所謂的恐怖分子給殺掉了 然後對付喬治亞他打了仗 2008年他用兵敘利亞 然後今年年初在哈薩克平亂 2014年打了克里米亞 然後去年打了烏克蘭 他用兵難道不多嗎 非常的多 所以完全不同我剛剛講的俄羅斯的傳統 它的合法性來源就是 我用擴張來獲得合法性來源 專制國家進入戰爭是有利弊得失的 每個國家都有 但專制國家比較嚴重 專制國家進入這戰爭 它的利就在於說我個人威望 然後擴張權力 所以要鞏固權力 B是什麼呢 我打得不好我戰不了我會失去權力 甚至我丟掉性命 這非常嚴重的事情 好 那現在再講回第三波民主化 第三波民主化 一個小的回潮 所以俄羅斯就是民主化的這個回潮 中共的革命就是中國民主化的回潮 我在說什麼 我要說就是回潮會出現 但是潮流會往前走 也就是民主化潮流會不斷往前走 最後會擊敗這回潮擊敗逆流 所以我們現在說什麼呢 我們說的是俄羅斯要侵略烏克蘭 跟中共企圖併吞台灣 它的深層動機是相同的 因為民主化未完成 它要靠對外擴張或是靠窮兵毒物 才能獲得它合法性來源 那麼如果說俄羅斯要即將戰敗 在中共看起來 就要吐死胡悲誤傷其累 因為一個專制政權擴張失敗了 那代表我也有危險了 所以我最後要講一點就是 如果剛才邏輯是對的話 我們看見是有很大的歷史潮流 大家看見這歷史潮流 或看不懂這歷史潮流 那你就完了 所以孫中山講 順之長者昌逆之早昂 那是對的 中共今天還有機會 你今天還來得及改選更張回頭事案 如果一條道走到黑的話 那之後等到你的 一定是歷史潮流把你淹沒 是 好我們非常感謝兩位來賓的 這個清闢的分析 我們最後請兩位跟我們一分鐘 總結今天的討論 先請明老師 如果說俄羅斯政局 還有什麼可以看的話 就是普京下一步的動作 然後俄羅斯內部會不會出現內亂 會不會出現 剛剛講到分章或分拳之類的衝突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呢 剛才我們講的比較有趣的觀察就是 從瓦格納兵變 我們看見就是中俄關係 其實遠遠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當然我們不說將來不會反轉 但是必須要很大精采反轉 也就是不要說中美關係往下走 連中俄關係都往下走 這是第二個觀察 第三個觀察呢 我們剛剛講的比較大量話題就是 俄國侵略烏克蘭的深層原因呢 是民主革命沒有成功 是專制在反撲 是一個反潮流 最終必然失敗 所以中共打台灣 不管他得逞不得逞 最後中共的政權必須被歷史潮流淘汰 這就叫做歷史潮流 大家不太相信我 我們只講一點 在兩三百年前 人類歷史都是君主制 現在在世界上各位看到 哪一個強而有力的國家 是實權君主制 對不對 這就是潮流把他們淘汰掉了 是 宋老師 我覺得目前俄羅斯的情況 是處於一種叫做 權力無政府之下的混戰狀態 每一個人都想掌握權力 可是沒有一個人可以握住權力 包括普丁自己 我想一場瓦格納兵變 打出了兩個真相 第一個就是說 打出了這個俄國政治的原型 叫做我把它稱之為三頭政治 寡頭 軍頭 還有一個叫K頭 就是KGB的情報的頭子 同時也打出了這個 中共對俄羅斯的一個 外交政策的原型 過去我曾講說 中共是假中立 暗挺惡 真凡美 所以在假跟暗這個真當中裡面 排列組合稍微有點改變了 改變成什麼東西呢 真頭機 暗挺污 然後假和美的一個狀態 同時我們也談到了 所謂的中共愛國主義教育 這樣一個東西 其實它就是一個 法西斯主義的一種 靈魂改造工程嘛 把有血有類的一個基本的人性 改成為怎麼樣 無血無淚的一種 無靈的靈魂 那麼其實重點不在愛國 重點是在不愛國 所以它的法案其實是要 懲治不愛國的行為等等的 至於紐西蘭問題 當然是一個破口 不過它也得到很多 受了很多的譴責 甚至有人認為就是 已經不再是紐西蘭 而是紐西蘭 紐西蘭的這樣的一種 投機轉變的一個趨勢 不過紐西蘭的親中政策 是一種叫做什麼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任務 不可能一方面又要腳踏兩條船 腳踏西方的這條船 然後又搶踏中共的這條船 最後就是落水而亡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破口 其實嚴格來講比較破口 這個叫什麼 叫做自取其入 最後的結果就是自逃苦吃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 觀眾的參與了 新聞大破解 謝謝每週三五再見